对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可以蛮出圈的一个作品 是打破了这个这就是街舞的观看年龄层的一个作品 因为去年一个只是说在这就是街舞这个节目上出现了几个经典作品 而把黄霄贴上国风编舞十字标签大可不必 黄霄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还有很多可能性的 上一期全是battle 这期全是奇舞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绝对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下 要不你在哪里啊 在北京啊 不来是吧 今天没battle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第三大轮啊 第三大轮的对局四个作品 第一个作品是一波王炸的侦探游戏 Hitting the bush 叶音 刚刚米奇说的那个不不完整的才是完美的 然后这个舞蹈我昨天看完就是哦这是最纯粹的就是最完美的哈哈哈哈真的我昨天看了这个我昨天看这个舞蹈的时候我真的比看到那个卡卡的那个就还有他们那个还要更开心 说实话就全部集中我昨天所有里面的舞蹈里面最开心的最喜欢的对最喜欢的但啊有因为是叶音的加持嘛 他是老叶音粉了 虽然我不是柯南的 叶音太适合演柯南 他还适合演柯南 整个舞蹈对我来讲 我也不懂什么技术 但是整个看起来就是 太棒了 没话说 好都没话说 就太好 我基本上也就是OK 叶音能跟黑店布什 他们两 就是两个组合 就是跟他们组合一起去跳 我觉得已经是顶了 首先叶音他自己会很开心 能跟师傅能一起去同台 去跳这首歌 而且还有一个是 叶音其实是有自己想法的一个舞者 特别是他已经是艺术家 那个方向走了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又有自己的一些 独特的一些小的一些心思 那能通过师傅的配合 达成他的愿望 而且就像我也不是柯南粉 就是我看其实 我其实还好 就是觉得他们是正常发挥 只是不知道当下现场 现场你看的那种感觉什么样 我只在屏幕上我觉得 是正常的一个舞蹈 就是大家都都没有错 而且状态都很好 特别是那个招牌动作 往后音 好帅啊 那个踢脚的那个动作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动作 我一直也在练那个 对我现在是要练好他 就觉得呃 因为我的印象看到 其实看到叶音这部作品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到他之前的那个马戏团的那个 对我其实我会我可能会心里会拿那那支舞去去对比了 然后我会觉得他还可以更好 就是这怎么对比呢 三个人的作品跟那么多人的曲 就是他可以他可以再再排点别的作品吧 啊柯南柯南的我是觉得毕竟中国普遍的观众看的还是比较少啊 那对这个动画片的理解 柯邦三世看的比较少吧 柯南还是很多的柯南很多 柯南很多分 柯邦三世确实是不知道 对反正我是不看不知道 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触 我可能觉得他跳起很炸就完了 啊这个作品现场看非常好 超级好 就是其实看完了马晓龙跟呃 荣史卡他们的作品 我觉得说今天已经很值了 修会休息了多久才看到这个呃 休息了应该是好像休息了一段时间 因为 录制时间很长 平均每一个作品大概要花半个小时以上 因为有道具吗 道具来回班呃 还会有这个后彩啊 啊就是那个那个现场采访啊什么的 而且一到搬道具的时候有可能会呃 队长会补装啊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会又会有一些暂停的时间 所以其实会隔很久 我们录到这个时候是后下半场了吗 所以可能好像是有发东西吃的时候 就吃完东西继续录 哈哈哈吃饱了吃饱了 厉害了对对对 所以隔了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都已经调整的状态了 就是已经没那么嗨了 记录了闲者时间啊 哈哈哈哈 闲者对就是因为你前面已经看 马已经被马晓龙跟这个韩宇 他们那个作品炸了已经提无完肤了 所以现在当时就想说啊 今天晚上应该也就差不多了吧 对吧 那个剩四个作品还差不多也还行 就OK了 今晚OK 这一期做这一期节目可以的 结果看到这个节目啊 又嗨了一轮又又炸了一轮 就是其实很多人没有看过鲁光三世 包括我在内 我我是看过一些海报吧 算是就是我知道这些形象 他们上来的时候 我感觉有印象这个红蓝西装 有一些印象红西装 然后另外柯南我看过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也是算是半个柯南粉 我主要是想说呢 其实你没有看过这两个作品 也不影响你看这个舞蹈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舞蹈本身作品编排是很棒的 呃关键点 呃一个是就是刚刚那个阿尔法梯啊 对那个灯光一下黑掉了 哦报回到 然后看着 哦真帅爆了 然后前面的编排 其实作品的衔接各方面都很好 而且就像我在节目中的后材里说的那样啊 这三个人呢 就如同一个人啊 非常的合适 因为大家呢 其实看了这么久 看了很多 Tinit Bush的double 都会发现他们俩呢 就是一样的 他们俩作品 他们俩跳舞超级快 他们的他能达double 他们的速度不比solo低 甚至还是看他们两个跳舞 我就感觉在看那个郭晶晶和吴米霞跳水一样 哎你这个比喻还是很有点有点感觉到很贴线啊 贴线啊 特别舒服 而且他是由心有松的 比如说一开始起很戏剧化的开场 开场之后会有三个人呃配合和一些起舞 接下来呢会有双人的啊 你跟我我跟你 那他要跟我就那种感觉啊 会有穿插的让你感觉傲目不暇接 让你会有 一那个情绪会有潮起潮落 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观感 接着就是到阿法提那个灯光配合 很聪明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个灯光和舞台 太了不起了 非常好 这有这是有编导意识的 很厉害 因为我们看那部曲就是 大家一看他以前的作品 其实就是就是很高强度 很高浓度的意识对 但是跟叶音的这个作品呢 做到了收有收有放 有松有吃 你哪能说什么 这就是一种极致了 太棒了 非常好 真的这个就是 所以他的这个票数是很稍微的 93票啊 高票 没毛病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他的对手啊 萧师傅 萧师傅核心主席的作曲家 黄霄店门多子啊 很可惜遇到了这么一个对手 我看黄霄这个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实话没什么感觉啊 就虽然他用电门跟波子 可能更多还是体现黄霄 就可以看到黄霄在里面 其实占的这个成分 这个角色成分还是蛮大的 反观看电门跟波子的这种配合和运用上 基点不是很深 对他们这个作品其实 包括刘仙华说那个弹杆 不要被这个影响 弹低啊对 我当时也看到那一下 咦怎么往那弹 你还懂弹杆琴呢 我没我没懂 但是我知道那个算讯是这样子的 再看到就黄霄在编排 我我其实想的是他会会会天马行空的 去走一些东西 但其实没有没有想象中这么 我就一直在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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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直没有给没有给没有给 就慢慢慢慢就当下来 就其实我还是很拼 就可能我要是看 但叶音跟黄霄这么一一看哦 我可能会看这边更激昂点 就会反差嘛 就会反差 他可能就会平一些 但并不是说这个作品不好 那作品还是 我觉得完整度还是蛮高的 两个人配合 和上面是他们三个人在写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还是OK的 阿伦呢 我观感其实跟Vicky也是差不多 而且我觉得 让黄霄他 他整个编排让他自己更主导的位置的话 其实他后面的那个 就让那个电门跟波子 把整个屏风或者是整个那个拉的更长一点 他们两个就在后面去跳 跟不出来了吗 不就是跳在后面跳的更多一点感觉会更好 因为他要的不就是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 挣扎 挣扎 然后再不着 对 其实在后面去跳的话 整个整个感觉会更好一点 然后再从音乐上面来讲 这样是作曲家的这样的一个挣扎 那不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旋律 或者是怎么样 也不可能 他们并没有很大的一个起伏 没发现吗 嗯 无论是电门跳或者是波子在跳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挣扎的这样的感觉出来 啊 啊 我这样的意思吧 当然 当然了就我觉得是电门参加3G了还是3G了 对 但他真的他我觉得看的第一感觉是他真的是跳起伏 现在是进步了很多嗯嗯嗯嗯嗯 然后就 这样就是总的来看得出的结论就是整体比较平 而且表达可能觉得没到你的点 哎呦就电门进步了 对是吧 啊好 那到我说我其实 我觉得这作品总来说是不错的 其实是可以的 而且呃就拿他跟别的作品比的话绝对不差 呃总的在这个真旧街舞这个系列里面哦 他也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呃可以拿出来 作为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样本吧 用来做推广对之类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也 黄秀也走出了自己的熟试圈他也在努力做新的尝试 新的一个风格的编排 我觉得总的来说用人用的也很好啊 波子跟电门其实都跳出了自己的东西 嗯 虽然不想拉踩但是跟KK那个作品比起来 是好的很多了 因为呃不管是波子还是电门其实都会有有让我留下印象的动作 呃在里面体现 并且都是符合音乐的这点是特别好的 然后但是呢 呃为什么这个作品其实还是输了 我在节目中会有也讲了呃这个可能性 虽然我个人是投给了黄霄 可是当黄霄跳完这个作品之后 我是觉得说他的票数可能不会太高 第一就是你刚才说的会评吗 第二是其实观众预期会高 嗯 像明基说的大家会期待黄霄有更强的更抢眼的作品的表现 第三就是黄霄改了风格了他没有走国风 那走的是一个有一点取包赫寡的一个这种对吧 钢琴曲的这么一个风格 从故事去也不是中国人故事对吧 那你音乐风格也不是音乐也不是中国的风格 而不是中文歌走了一个就是有点像海上钢琴 海上钢琴家 所以这个其实是去不太讨喜的一种三种这个情况 所以面临的这个情况 大家很多人就会不投他这一票 而且我其实说实话 因为有很多正儿八景跳街舞的舞者 其实对黄霄的风格一直是有有一些质疑的 就觉得黄霄可能他更像现在舞当代舞 不像那个街舞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黄霄确实他有很多爵士的部分在里面 那你如果说不承认爵士是街舞的话 那很多人可能又会被扫出街舞最快了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不是很公平 第二是黄霄其实他在去年贡献的太多特别牛特别好的作品 其实是他顶起了去年节目的奇舞质量这一块 这个也是很实在的一个就是没有黄霄的话去年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遗憾 就我不敢想象去年如果没有黄霄会是什么样子啊 那但是预期高真的有错吗 我觉得也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就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宿命 你就好就好像这么说吧 很多粉丝会会说啊 为什么黄霄就一定要呃冲作都特别特别好的作品呢 他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就是呃做八十分就好了呢 为什么一定要做九十分以上九十五分一百分呢 那黄霄就是是很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这就是宿命了 你就好像我们看周英词的电影 我们就一定要让他达到他的标准呢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看谁是谁他的一个艺术作品 他本来已经那么好了 他现在他如果比以前要差的话 哪怕跟以前一样你都会不满意 嗯 这这就是这就是大家的预期 对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 嗯 走到台前 你只能越来越好 嗯 很可怕 不说周杰伦那么多对周杰伦 大家到现在还在念的就是范特希 对 然后在天天水底下 要说他加拿财经 对吧 大家说他他真的加拿财经啊 没有啊 他随便放一首歌出来 大家还不是一样 对对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 这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哪怕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艺术作者 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上班我工作 我这个作品交出去 没有我之前做的好 你一样会被领导 这个作品本身来说 不我不说他是黄霄作品 这个作品是ok的 但是他是黄霄作品 难免会有人觉得不够 还不够我要更多 我肯定要跟他以前的作品都对比 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受 要是他拿出赛那个作品来 哦那都可以 那就飞出来 那就有得拼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东西也 哎他当时真的就是都说了他拿决赛的作品出来 这抑郁也还行啊 哎是没办法了 因为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是呃 平台是节目组搭的吧 对吧 然后呢呃 要求是节目下的 那这一集 比如75作品的battle 大家 把这个人数大概大概定下来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主题不限你们就编去吧 基本上这样子 所以其实范围是很广的 要求也是很非常少的 这个就完全是听天由命行 就是编出来什么样 节目组是不知道的 而且舞者本身他也不知道 就我编出来这个作品 我是比上次好还是比上次差 我大概都没心里都没有数的 这个就是完全是呃看这个命看运气 这个作品对我来说不差的 ok的 所以我也投票了 呃 所以我是希望双方其实都应该去 去考虑一个问题 就一个是不需要去把黄霄标签化 他不是一个只会编国风作品的编务师 因为大家如果看过hello dance以前的作品 其实黄霄是编过不同的风格的 啊 不管是古装的还是说是近代的 我们看这个之前Arena得奖 这个冠军的那个作品超级帅 那个讲这个这个地下党的讲传情报的这个是一个近代系有点像舞台剧感觉 包括他编的很炸的swag的东西 他都可以编他都没问题 不需要去标签化 因为去年一个在 只是说在这六节五这个节目上出现了几个经典作品 而把黄霄贴上国风编舞师的标签 大可不必啊 黄霄其实是打有可为的 还有很多可能性的 呃这个也是他的尝试之一 下一组的对决也是最后一组了 先说一下泰国大师的这个燃烧吧 青春 小姐小鸡石头范范 来来你们谁先说 就是有没有想起当年在拍电脑的MC道溜冰场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那个感觉真的就是那个舞蹈就是最后的那个舞蹈 把你拉回来 哇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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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突然间就想回到海淀岛的那个M3大镜体去溜一下 真的那个感觉就是完全的 哎我们也都是80后嘛 那感觉都是情怀 真的就是情怀跳的就是情怀 我觉得就是这三个老男人才能跳出这种感觉 小姐我以前不太喜欢 但这一季我对他越来越喜欢 啊越来越喜欢就是没有了以前那种好像故意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这一季他整个人的感觉让我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哎啊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整个舞蹈就是无论是 石头那种憨憨的表情 也就石头能做出那种表情 嗯没有表情 嗯还有小鸡的小鸡的那种 我整个感觉就是想起了当年轻冲岁月 哎呦哎呦好的 好的 阿伦就让把我想说 都说就是 可能这真的是80后的一个回忆的记点 我相信各位在这个 就是就是屏幕前看的这个观众80后的观众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 呃还有一个就是范范 我觉得范范在这个舞蹈里面的角色充当是恰到好处 嗯综合啊 对就是他能把他们几个人融进来 他他也能融进去 对很难的很难 看范范其实好像蛮认真的一个人 嗯但是但放到这个舞蹈里面 特别是他们一转场结束 一转场 开始的时候就没想到 哎呦我太搞笑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很多街舞的舞者 内心都有一个funky的心 然后希望大家 就是去多看看这些舞者背后的故事 其实这个作品 呃现场看真的是效果非常好 就是大家可能看完最后 呃不但会觉得很好笑 而且会对一些场景一下乘客 比如说那个手做成这个门 然后倒下去 哈哈哈 哎我觉得太绝了 这很多设计特别好啊 还有包括他们有一个配合 就是三个男的 在做同样的一个动作的循环 然后慢慢一个一个去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哎 正好就跟这个动作搭上做配合 有很多编排是非常聪明的 包括那个小齐的那个那个 那个非常土土嗨的那个轴转啊 那个西转 就各种其实是又有那个年代感啊 又很符合当下的 而且很多小巧思 我觉得这个编排也是很讲究的 也没有说 不把他们的舞蹈放就是放低了 对对 都带着基本功都在那里 就就跳自己就很合适的 把每个人的上场东西都用出来 对而且整个看下来是是 就是既开心又觉得说哎 这编排很聪明 而且我觉得对于八里后来说 呃 是情怀对七零后来说更是吧 应该因为 因为在80年代蹦迪的人 他肯定是七零后了 那是七零头上的 所以我觉得像叔叔辈的 这些看 按一辈的那些 或者是大哥大姐辈的 他们看到之后可能会更感慨 更会拉回到他们的那个年代 会重复看吧 对对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可以蛮出圈的一个作品 是打破了这个 这就是接下来我的观看年龄层的一个作品吧 对这个作品很多林英后是给不到的 肯定给不到他们给不到 但是他们肯定会很好奇 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年代 对我应该去录音带的年代 看这个录像录像录像带和录音带 穿喇叭裤的喇叭裤 然后这种很有意思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可能就只我们三位老人才能 其实我跟你说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去 去挖一些以前的一些东西看的 但是他去虽然你是挖 但是你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的那种 不一样就是溜冰场那种感觉 那也感觉到现在 没关系 就昨天那个舞蹈完全拉回来 是 但是每个年代都每个年代自己的 我们的回忆 我们的宝贵回忆 他们感受不到无所谓的 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保护的回忆的 再过几十年更年轻的人 他们也会对他们说同样的话 哈哈哈哈 应该说不上我们的手套 多帅啊 拿手机 对 希望不要只是拿手机 所以 这也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那么他的他们的对手啊 世界一流的玩具动物园 其实也是一个 也受怀的 也是一个 可能是8090后 也不太可以看到的一个作品 那表演者是巴里斯 子龙三 忠诚YY 就是看动画片的感觉吧 嗯 就这个感觉 因为前面的那个拉得太满了 然后到最后这个就是再看一部 童年的动画片 因为确实没太大的亮点 说实话对于我来讲 除了蹦床这个亮点外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所谓太大的一个亮点 嗯 就这样 我也是差不多 我是觉得他们每个人物设定的还蛮合适的 嗯 这个舞蹈的话 对于 现在学街舞的小孩子 很适合 蛮适合的 对 除了蹦床那段不要模仿啊 哈哈哈 就当然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看了80后的这个 石头啊 小姐 小吉他们这个舞后 再对比一下这个舞蹈 其实反而我现在看到节目 其实这个 咱们这个 这就是街舞其实 在满足每个不同年龄程度 中段的人去观赏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交代了 对吧 你想想最后其实小孩子看的话会看得很开心 而且通过看到这些舞者的这样的一个舞蹈 那他们自己在自己跳舞的时候也会去想象到这些动物呃就是动画片里面的这些人物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影响 嗯 嗯 我是觉得这个作品很多编排都不错 我在后才也说了 就是包括他那个抱枕的运用啊 然后包括他那个对于这个 蹦床的运用啊 还抬起来 然后子龙滑下来 嗯 还有在底下啊 就各种各样的运用 其实都很不错 都很好 呃特别是像巴里斯那个那个 三连蹦 其实是也是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高潮 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挺好的 我蛮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他很抢眼的是一开始出来剧情结束之后 马上的那段parking 几个人非常迷智 而且你像歪歪在里面就是他那几下真的也是非常的像的有有那个味道的呃而且几个人排名是很一致的是抠过动作的很不错的一个作品我觉得硬要说缺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场看给我的感觉是插一口气就结束了哎呀应该再再有多一点点就好了但是就就结束了就是我当时现场看完我是有这种感觉的舞蹈的那个高潮应该再延续一下再唱一下 长一点再多一点就是舞蹈部分的价格再多跳两个八拍可能会是吗可能是这个感觉对就是他最后很快的就就就散开了然后就就把主人回来了就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人有一点点啊就至少是让我吧觉得还没到我的那个点我想多看一点最后就可能会有点可惜那输给了燃烧瓦青春也我觉得可以理解吧挺有可言你然后燃烧瓦青春确实是 打动了很多人那最后呢这个作品都说完了12个作品我们可以说一下淘汰的部分啊阿伦嗯淘汰 其他的人基本上在情理之中吧就是我看的时候基本上我能够猜出能够淘汰谁能够淘汰谁唯一一个就是亮亮啊但是呢亮亮 一波那一组呢就是挑谁出来都感觉有点可惜嗯嗯挑谁出来都有点可惜但是亮亮确实让我觉得应该要走得更远因为我第一季的亮亮让人印象深刻嗯我觉得他应该能够帮助 一波王炸会更多一点哎其实亮亮这个确实让人有点意外哦因为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媒体评审我们是没有看淘汰的就是让我们先离场了离场之后我们就回去了他们在录制淘汰的部分 呃但是我很快也被人剧透了就说亮亮被淘汰当时我也是比较震惊的但是我觉得有两方面考虑吧一个方面考虑是我们凡事不能只看结果看过程对吧亮亮这这一季虽然说有输但是他也有赢他有高光的部分亮亮其实他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觉得不管是他自己的收获还是说节目表现其实都是可圈可点的 呃不亏了今年虽然走的确实是比较早啊第九期走的因为第一年他走到了决赛嗯走到决赛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可惜没有走到四强对吧就在七强部分就输掉了很可惜啊今年是有很多遗憾了但是那就说第二个层面第二层面就是为什么要淘汰亮亮其实肯定是有王一国的个人的考虑的他肯定是有很多东西呃不想说或者是嗯不不不好说呃 反正他就是没有说但是他看到了他知道的肯定比我们这些人要多的多他肯定作为队长会有自己的考量嗯我觉得嗯如果说结合我刚刚说第一层面 再说到这个部分的话就对这个结果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呃意外或者说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尊重结果没有问题因为 亮亮亮他就算是 说是离开这个舞台他的地位还是在那里的他依然是亮亮嗯 我其实对淘汰 没有怎么去关注嗯我是觉得大家 就像亮亮说的真的我就听他说那句话 大家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已经不像当初这么为了争名争利争争那个名头 嗯怎么样子已经没有那种当初状态大家都是奔着一个世界的一个大聚会学习交流 然后在一起玩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享受这中间的过程他们得到的 比比这个名次要更多你就像电门一样对对对他离开但是你知道他跟阿奇身上学了多少东西嗯这是我们好多跳舞人都特别羡慕羡慕的吧和嫉妒的真的就是哎你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能大家在一起交流和学习 本身在现在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局势来讲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一种嗯状态 我们其实很我像我跳一怕我还是很想跟跟跟世界各地的这些舞者去交流和学习的 但也是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没办法那跟外国的这些选手交流学习那其实我们就得自己去巩固和和和去去思考那有这样一个节目能让大家聚在一起去凑出一些一些好的作品 然后还可以在一起跟顶级的舞者在一起battle我觉得这已经满足了吧还要啥自己成熟 就是就其实说实话大家都成熟了嗯更多的是再去享受和学习嗯要进步 因为你抛开节目来讲你回到生活你还是那个你你还是要走你原来要走的路对吧嗯我的感受是这样的那对其他人你都没有没有是吧 我觉得可惜的其实还有一个是子龙啊我觉得子龙有一点可惜吧也不是很可惜因为子龙其实也有好几次他的亮相也很惊艳 虽然经常输嗯但是这就是街舞这档节目确确实实是对一些注重技巧的bboy不是很公平的这个不怪节目因为既然他是一档全无种的一个综艺节目 他不可能端平这碗水说白了你比如说不管是你比起舞还是比battle你要这么去比的话像他们这种注重技巧的都是很吃亏的 因为主要的五种表达还是更靠音乐性一些是的包括很多粉丝他都看不懂他都会说啊你这个bboy做这种技巧不太不是那么跟音乐那我不如看杂技什么看体操 不如看体操而其实这就是其实很多粉丝他也不理解breking这五种他也不懂在起舞中的表现这些注重技巧的bboy他们可能也远远不如一些 主带木的呃一些可能更会表达音乐的bboy要好更不如一些dancer我 双脚站的跳舞的dancer要好表达因为这些bboy他们就是靠的两只手靠的他强劲的身体素质去打天下的嗯呃所以其实他有一些他其实已经有很多亮相了很多人知道他这么一个bboy了这个世界最顶级的bboy之一包括像前面被淘汰的little cave小凯啊他们两位代表的这就是街舞的最顶级的bboy水平但是都算是比较早的离去子龙 稍微晚一些有点可惜因为我还是非常喜欢像他们这样的技巧性bboy人但是可能这个舞台不是很适合他们我呃希望如果说你喜欢他们这些硬核bboy的话可以去看一些真就是纯breking的一些赛事这是关注奥运会 哎关注奥运会也是ok的就是这才是他们可能他们发送发热对的一个完全体的发展发挥自己完全的实力的一个地方吧啊 也许是吧那其他人其实也还好因为你像巴里斯其实也有很多的露脸的机会了他真的是今年进步巨大对吧他自信上自己说的嘛说也battle了有好作品我该也淘汰过也回来了就是该有的都有了哎没什么可说的然后其实像坚坚跟Buntha呢作为这个呃编舞师他输掉了这个起舞的battle的这个作品呃 专一期选择的淘汰他们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没什么太多的这个遗憾而且他们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历变吧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啊 二十出头啊对Buntha 是呃肯肯是21吧21对差不多吧咱就是二十出头就是对他们来说人生真的才刚刚开始舞蹈人生也就才过了几年而已那参加完这就街舞之后回去肯定会有更多新的一些想法跟火花的那那未来真的很可期的没什么可说的太棒了那其他的舞者不管是钟晨钟晨也是年轻一代了我们中国新生代的优秀的 他也是第二次来就是街舞呃他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会非常多的那歪歪是老朋友了歪歪呃也有好的作品留下而且其实很多人会 会在网上骂歪歪我觉得对歪歪来说呃离开可能也是一个 也是就是让自己亲近一些的一个方法对他来说其实他不需要在节目中彻底自己了一起那包括像波子电门对吧你也说了这个电门其实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电门超超开心进步又进步了有好作品留下来波子其实跟子龙也有点有点像就是技巧超级好但是波子他可能在音乐性上呢也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今年哎但是我觉得波子也够了可以了那鱼丸也是 就是近年进步很大我觉得未来可期也是中国我们也是比较新生代的拉可了挺好总的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多遗憾其实对大家都留下了好东西今年嗯好那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优缺点啊啊这一集的优缺点呃阿伦优缺点我就说不出来啥我反正我这一集看的前面看的就平平淡淡一般的嗯这个下半场看的确实是 挺开心的昨天有杯有喜都有嗯反正杯的这块确实是拉拉出来了啊如果要打分的话打个八分吧嗯哎是挺苛刻的啊嗯但是很客气 ok 我不看缺点我不看缺点我我都看好的呃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完battle以后我是蛮期待起舞的 嗯而且这次的起舞给我很大的一种感触是要去学习国风的这种编排嗯然后去了解更多中国文化怎么去融合到街舞里面嗯我自己的感触想要看到就是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那也是希望大家去多看好的方向啊啊我们多去了解就是他们这些舞者想要在节目中表达的一些东西啊不仅仅是说这个比赛的名次或者是分数这些东西那我其实觉得整体的观感我还是蛮舒服的就有学习到就很开心的件事情 然后也看到大家在进步也看到大家在进步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在出来值得去学习我就觉得ok的呃我给个 88分吧嗯嗯也算是比较高了对吧对就是起舞其实我还是觉得很好看嗯那我说优点你们俩也说了很多了就是这一集起舞我的现场派也都挺满意的真的有几个 很绝的作品这个其实是也算是这些人厉害而且状态真的好拿出了好作品 对节目组运气真不错啊哈哈哈可以的可以的从来说很很不错呃缺点硬要说缺点的话其实跟上一集是相对应的上一集全是battle这集全是起舞是不是一定要这么绝对的哈哈哈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下 我觉得节目组也是在做尝试吧就是走走看因为往年没有这么玩过这么纯就是往年是有一集 纯起舞的是有但是好像没有整集纯battle的嗯所以呃这一集纯起舞呢跟上一群battle就是有点那种 两集分化的感觉两个极端那比如说上一集你看的很难受我们看的很爽对吧对啊那这一集肯定会有上一集看的很难很爽的人这一集看的会有点难受 我觉得啊我想看battle battle好爽啊我不想看起舞起舞好闷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节目组 他们肯定会看这个数据啊看后台的数据和观看的这个时长各方面的东西来做对比去找到一个平衡方式在未来 以后呃做这个更好的优化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吧我觉得这个硬要说缺点的话 这可能是一个缺点呃别的都还好我觉得这一集不管从作品质量还是整个节目的节奏来看其实都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舞台型的这种舞台型综艺啊做成这样已经是很好了说实话就你在往上升其实也不知道该会是什么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他不是一 他不是不是一个真人秀他是一个舞台型综艺节目类似于像呃就是升级版的一个so you think and dance 啊什么呃或者是好好声音之类的那种或者是舞蹈红包也可以吧都类似这样都是舞台型综艺 所以你还还想要啥呢都在这了这个唯一确定就是可能没有battle完全没有啊那天特别好笑就是我们去录制啊看有没有battle就问要不过来了没有要不过在哪里啊在北京啊不来是吧 今天没battle 用也只用了其中的可能 十分之一吧大概哈哈哈哈 长那么多反正我说我我一共说了至少半小时啊每一个作品我至少说五分钟导演导演辛苦了导演可嗨了导演可开心了我告诉你们有的减吗有的减了就是就怕你不怕你说的多就怕你说用不了对吧哈哈哈我说的好用啊那没办法是吧啊所以这镜头多镜头多没办法真的但是之后看不到我了各位珍惜啊虽然后两集我都有去但是后彩就没我的份了 请关注火影桃桃的后彩哈哈哈给我来一下还有大脸还有大眼光啊他们俩都都去了所以啊那个后面的依然我会在节目中这节目常会中呢讲我现场和看节目的双重感受 嗯好的那这个今天呢也感谢感谢两位嘉宾啊米奇哥和安伦呃这个做客也感谢优酷这就是街舞的海外粉丝送我们的毛巾其实你们会把他挂起来的回家回家给我只用可以那你呢必须要是用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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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了今天也很开心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呢请在优酷关注街舞茶话会或者关注我 齐王橙子 在微博也关注一下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街舞茶话会 朋友就是多 拜拜 下周见